注意看,这是一款能在地上跑也能在天上飞的无人机 因为安装有两条履带,这看起来非常像坦克 所以你可以叫它会飞的坦克 和普通的无人机一样,都是遥控机操控 但它却可以克服各种障碍 能用履带走的路就用履带,反之就一飞冲天 并且还可以实现自定义路线 只要在屏幕上绘制一条路径,无人机就能做到精准跟随 并且重量仅有125克 在它这里可以说是没有障碍 就算让它下楼梯都没问题 履带式的设计,能够保证在雪地上行驶也不会打滑 除此之外,还有一款能够下水的无人机 它的名字叫做LoonCopter 在无人机下方安装有一个福利舱 当需要下潜水中时,福利舱就会自动进水 此时,无人机慢慢倾斜到90度 并且,原本用来提供生命的螺旋桨,变成了无人机的推进器 这可以用来帮助水下搜救工作 在结束后,仅需排出福利舱内的水就可上浮,并飞出水面 值得一提的是,这种水下无人机比陆地无人机要复杂得多 因为进入水中后,信号质量会快速缩减 很有可能会出现断联的情报 目前,该项目团队也在努力提升这一性能 怎么样,这是不是非常神奇呢